上周末应特斯拉邀请参与了特斯拉Model 3车友会的节能大赛 这是我第一次参与特斯拉的节能比赛 在我以往认识中的特斯拉Model 3车型 无非就是节目中和大家谈及到的运动化的操控表现 以及高效能源充分方案 而今天的节能大赛 侧重点则更多是人与车之间的默契配合 从北京华茂特斯拉中心出发 到美丽的郊外圣地 北京京海湖度假村全程100公里 全程四分之三路程均为高速公路 众者周知 高速行驶对电动汽车的能耗发挥 其实并不占优势 所以今天的行程对驾驶员的操控技术的考验 就至关重要 全程用时大约两个小时左右 高速行驶的时候 体验了特斯拉autopilot功能 可以缓解长途驾驶时的疲劳 和我上次加量实测节目中介绍的 那台AP功能相比 这次又进行了优化 可以对红绿灯进行主动识别 这个升级有点意思 说到节能大赛 其实也是特斯拉车友们的家庭出游 绕过复杂的山路 来了今天的目的地 金海湖度假春 在这有一块 特别适合打卡拍照的网红大草坪 四面环山 能在北京一座繁忙大都市周边 找到这样的景色 还是很值得和家人们 在周末来此一游的 在和车友们的交流中 得知其中一位满载一家老小的车友 拿下了每公里90瓦的最低能耗 这个成绩不得不佩服 当然了 对于这次节能大赛 我认为每一位特斯拉车主 都能称之为节能冠军 新人员汽车 适应节能环保大环境下的发展产物 拥有一部优质的电动汽车 还需要你在日常驾驶中发挥节能意识 如果我们每位电动车 主动在日常驾驶中身体力行 保持节能的驾驶习惯 对您来说 使用车成本的降低 出行效率的提升 对大家来说 是对我们共同家园的绿色向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